1931年10月的一天 上海租界的西方私人俱乐部里 一个肥胖的白人富商正在大发雷霆 几分钟前 这商人看着报纸过马路 和一个黄包车夫撞了个满怀 商人举起手杖就想打人 却被车上的年轻白人喝止了 商人对他的朋友抱怨 一个欧洲小子竟然帮中国人说话 我们好心好意来开化这些黄种野蛮人 却遇到这样的事 不正是我们给这些人带来了西方文明的妙处吗 商人越说越激动 一巴掌打翻了附近服务员的托盘 反而恶人先告状式地打了服务员一拳 你是故意的 下贱的中国佬 然后他又坐下来 我刚才说到哪了 哦对对对 我们美妙的西方文明 这个极具讽刺意味 在现在看来也毫不过时的段落 出自上世纪比利时漫画家乔治 雷米创作的漫画 丁丁历险记 蓝莲花 比起本名 这位漫画家的笔名则更为人熟知 埃尔热 相信大部分90后观众都对丁丁这个角色并不感到陌生 丁丁历险记系列漫画在中国一度非常流行 这个勇敢正直的小记者 在当今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 而在丁丁的冒险故事中 在中国最负盛名的则非蓝莲花莫属 这是埃尔热最出色的作品之一 很多读者至今也认为 这是他毕生最伟大的作品 在《蓝莲花》之前 丁丁系列已经连载完成了 丁丁在苏联 丁丁在刚果 丁丁在美洲 以及法老的雪茄四部作品 这一系列已经积攒了足够的名气 丁丁这位勇敢的小记者 和他忠诚的小狗米卢 在比利时已经是家喻户晓的角色 不过 这些作品绝非完美 在画迹和情节组织上 均存在不足 而最令人无法接受的是 在这些故事里 埃尔热对丁丁去过的国家 还有他遇到的人的描绘方式 充满了当时西方世界特有的偏见 苏联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压迫人民 非洲人愚昧又迷信 即使是埃尔热自己颇为喜爱的印第安人 也被刻画得极为天真 被白人歹徒骗得团团转 中国人也难逃一劫 在丁丁在苏联和丁丁在美洲中 均有中国人角色登场 他们都是残忍的恶棍 形容枯稿 拖着长辫子 热衷于吃各种奇怪的食物和食食酷刑 他们所说的语言 与其说是汉语 不如说是某种奇怪的象形文字符号 毫无疑问 这种刻画 虽然十分符合当时西方社会的广泛认知 但毫无客观性和真实性可言 对被描绘的对象 也是一种极大的侮辱和冒犯 但事情很快有了转机 丁丁在美洲连载结束并获得巨大成功后 埃尔热便计划让丁丁前往远东 法老的雪茄也因此诞生 本作主要讲述丁丁在一次前往印度的度假中 偶遇古埃及学家菲雷蒙·希克蒙 并因此被卷入某贩毒集团阴谋的故事 法老的雪茄同样大受欢迎 他的成功 让丁丁在远东系列的第二部被提上日程 埃尔热之前便计划让丁丁前往中国 但彼时的埃尔热对这个古老神秘的国家并不了解 所幸 时任鲁门大学中国留学生指导神服的教师戈塞 和圣安德烈修道院的修士陆征祥听说此事后 先后向埃尔热去信 信中写道 如果您想给他们添上一条代表奴性的清朝辫子 如果您把他们刻画的狡诈凶残 烂尸酷刑 那对我的学生是一种极大的伤害 您最好谨慎一点 多去了解情况 埃尔热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1934年春 这两位神服 把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雕刻专业的 中国留学生张冲仁介绍给了埃尔热 张和埃尔热当年都是27岁 一段伟大的友谊就此开始 与张的相识彻底改变了埃尔热 张平时生活简朴 勤奋好学 自尊自强 埃尔热从张的身影中 看到了一个和他的刻板印象完全不同的中国 他了解到 真正的中国远不似西方媒体口中的那般野蛮和落后 中国文化的一切都让他感到着迷 埃尔热坦诚 我发现了以前根本不了解的文明和文化 我开始意识到某种责任 他开始大量查找有关中国的资料和书籍 在张的帮助下 1934年8月 丁丁在远东系列的第二部 蓝莲花正式开始连载 蓝莲花的故事承接法老的雪茄 在摧毁印度的贩毒团伙后 丁丁根据后续线索来到上海 与中国本地的基督组织 龙的传人联手 和日本间谍平野松城主导的跨国贩毒集团正面交锋 最终面对整个丁丁系列的头号反派 拉斯泰波波罗斯 在张的协力下 蓝莲花对当时中国社会的风貌进行了近乎照片级别的还原 人物服装 道路布局等细节极为真实且丰富 其中还隐藏有很多只有懂中文的读者才能得到的乐趣 在视频开头描绘的那个场景里 丁丁阻止富商疾讽的无耻行径时 他们身旁的标语恰好写着 打倒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 在蓝莲花的创作过程中 埃尔热也曾多次要求张和自己一起署名 但张考虑到 丁丁历险记之前的四部作品均由埃尔热独立完成 另外 当时远东局势动荡 如果署名 回国后很可能因此遭到日本人的迫害 他便也不愿打破这一传统 坚持由埃尔热单独署名 不过 他还是在很多画面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例如46页右上角的一个分镜中 一个街头招牌上写着张 另一个写着冲人 另外 张还教给了埃尔热很多中国特有的绘画技法 例如用毛笔勾勒线条 从编绘蓝莲花开始 埃尔热改变了画风 被公认为在欧洲开创了明显易懂的线条画法 在蓝莲花的故事中 埃尔热对当时东西方的文化隔阂进行了描绘 有这样一段剧情 丁丁在前往浦口时 恰逢长江绝口 他在泛滥的江水中 救出了一个名为张仲仁的男孩 这孩子是张冲仁在漫画中的化身 小张却不理解为什么丁丁会救他 小张受义和团运动影响 认为所有的白人都是坏人 丁丁便说 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很差 很多欧洲人都觉得 中国人是狡猾阴险的人 拖着辫子 热衷于发明酷刑和吃臭蛋 他们还觉得所有中国女人都是小脚 还有 他们深信中国的河里 飘满了弃鹰的尸体 小张听了哈哈大笑 你们国家的人真滑稽 一场干戈化为无形 另一段剧情是 国际刑警杜邦杜旁接到任务 前往上海抓捕丁丁 于是换上了他们所谓的中国民族服饰 黄袍 大辫子 还有官帽 结果引来满街群众的围观嘲笑 这也许是埃尔若对曾经那个充满偏见的自己的一种戏谑 在蓝莲花中 丁丁多次陷入险境 甚至差点被凶残的日军斩首示众 讽刺的是 丁丁那些所谓的白人同胞 多次为了解私奋向日军出卖丁丁 而勇敢正直的中国人民 却一次又一次地助他脱险 其中最令人动容的是 丁丁受到伪装成摄影师的日本间谍枪击倒地 一旁的小张面对黑洞洞的枪口毫无畏惧 冲上去和间谍打成一团 为丁丁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正如多年后 丁丁在西藏中丁丁对张的评价 她是我见过最好的人 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埃尔若用这种方式 对英勇抵抗侵略者的中国人民表达了最真诚的认同和赞誉 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 这种态度更显珍贵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个毒品横行的时代 而中国人民受到的苦难更是尤为深重 蓝莲花拥有鲜明的反毒立场 本作对当时遍布中国大地的鸦片馆进行了细致的刻画 鸦片馆装修富丽堂皇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那些躺在垫子上 神志不清 犹如行尸走肉般的吸毒者 可谓触目惊心 这些画面生动展示了毒品对中国 乃至全世界人民的荼毒 其实在今天看来 亦有非常强的警示作用 当然 蓝莲花公认最伟大的地方 还是他对于当时远东局势的真实描写 实为1934年 东三省已经沦陷在日寇铁蹄之下 欧洲各国政府错逼上官 欧洲媒体和民众也相信日本的外宣 他们认为日本对东三省的侵占 是对该地区秩序的维护 蓝莲花毫不留情地撕碎了这层伪装 有一段剧情是 日本歹徒炸毁沪宁铁路 嫁祸给中国人民 之后 日本媒体迅速跟进 在世界各地发表中国匪徒破坏铁路的新闻 而在日本国内 军国主义政客高呼 日本应当牢记 他是远东秩序和文明的捍卫者 光荣属于即将奔赴那里 捍卫这一崇高事业的英雄士兵们 簇拥着他的则是挥舞着旭日旗的狂热人群 日本军队也展开行动 出兵上海 显然 虽然发生地点和现实有所不同 但这毫无疑问是在影射 或者说直接描写918事变 在这短短的两页里 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照然若揭 在故事的结尾 真相大白 日本代表在发表一系列恬不知耻的演说后 悍然退出国联 这些都是当时西方世界媒体不知道 或者说洋装不知 不敢仗义直言的事实 由于情节的敏感性和真实性 蓝莲花很快招来了 日本驻比利时外交官的抗议 这倒是正好对应了 本作中嘲讽的那些日本国联代表 本作一引起了比利时的 伊贝拉尔 巴都市将军的注意 此宫曾任八国联军军官 却一直以对华友好人士自居 是彼国赫赫有名的中国通 他在此时严厉批评了埃尔热的亲中态度 你写的这些东西不是孩子们应该看的 这是整个东亚的问题 但当时蓝莲花连载的二十世纪报 报社老板瓦来神父坚持认为 艺术家有创作的自由 报纸也有言论的自由 在瓦来神父的支持下 埃尔热顶住压力 拒绝修改任何内容 日本方面的抗议忠告无效 捍卫真理 比比建立 在这个动荡的时代 埃尔热选择了自己的立场 而历史也将证明他的正确 作为本书的主要反派 日本间谍平野松城是个值得一提的角色 此人一开始装作友善 在身份暴露后凶相毕露 他是日本政府支持的贩毒集团头目 最终在阴谋破产后切服自杀 平野以文明人自居 但实际上极端残忍 狂热而不择手段 是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真实写照 在听说平野自杀的消息后 一向对敌人宽容 甚至有些过于仁慈的丁丁 也只是说了一句 愿上帝宽恕他的灵魂 这可是个心狠手辣的坏蛋 足见埃尔热对这一角色 所代表的群体的态度 与平野相比 作为幕后黑手的拉斯泰波波罗斯 反倒有些黯然失色 不过没关系 他以后还会与丁丁有无数次的交锋 另外 比起之前主打刺激和悬疑的系列作品 蓝莲花加入了更多的情感要素 龙的传人组织首领王先生之子迪迪 被日本人残害制风 他的母亲因此陷入痛苦不能自拔 丁丁和米卢看到这可怜的母亲 都不由得伤心落泪 这也是整个丁丁系列中 丁丁第一次流泪 在故事的最后一页 狄狄被治愈 王先生收小张为自己的义子 小张悲喜交加地说 我为丁丁的离去而哭 又为有了心的爸爸和妈妈而笑 王先生也向丁丁举杯 再见了 亲爱的丁丁丁 愿你在西方你的国家里 有更多的友情照亮你的心 伴随你走过今后漫长的旅途 在场所有人都受到气氛感染而流下眼泪 第二天 伴随着轮船的汽笛 丁丁向中国的朋友们撒泪而别 蓝莲花的故事 在淡淡的忧伤中落下了帷幕 就这样 从1934年5月开始创作 到同年8月正式开始连载 1935年底 蓝莲花终于发表完成 它不仅揭露了远东局势的真相 更改变了欧洲人眼中 中国人野蛮落后的形象 埃尔勒的作品又一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后来这部作品更是引起国民政府的注意 他们曾邀请埃尔勒亲自来华考察日和扣亲华之暴行 埃尔勒欣然应允 但很快 二战全面爆发 比利时一轮陷于纳粹铁蹄之下 终于未能成行 蓝莲花的故事虽然结束 但埃尔勒和张的友情却一直延续下来 1935年 完成学业的张计划回国 埃尔勒夫妇特地为张设宴践行 他们的友情将在很多年以后的叮叮在西藏中继续 而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张在回国后 亦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华 至今中国雕塑界 依然有南张北流的说法 北流指的是雕塑家刘开局 而南张便是张冲仁 比起连载时的饱受争议 现在再也没有人质疑蓝莲花的历史地位 1989年 埃尔勒基金会举办了纪念丁丁赞辰60周年的展览 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展品 便是蓝莲花的黑白版手稿 这些手稿均用中国末以单线白描的方法绘制而成 这次展览再次表明 蓝莲花这一高品质而内容丰富的作品 是漫画历史上的经典之作 它把这个年轻的艺术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如果说丁丁历险记系列 是20世纪欧洲漫画的巅峰之作 那么蓝莲花毫无疑问 是它皇冠上最耀眼的一颗明珠